爱情老师啊 冬至有什么说法吗 为什么冬至要吃饺子呢 为什么要吃饺子啊 这样 今天老师啊 先给你们说一说 冬至的来历啊 在古代啊 冬至这一天 如同过年一样 为什么冬至 对古人如此的重要呢 这要从古人啊 怎么认识时间开始说起了 相传啊 二十四节气当中啊 最早被定制的就是冬至 它是二十四节气之首啊 那冬至是怎么被测算出来的 据说古人啊 找个木棍放在地上 古时候叫土龟 看太阳 照在它上面的影子啊 这影子每天变化 古人啊 就在观察寻找规律 发现这影子啊 有两天特别的特殊 其中一天啊 影子最长 但是 这一天的白天啊 却最短 这一天啊 就称为冬至 从冬至开始 每一天的白天时间 越来越长 也就是 阴极深阳的开端 也就有了 冬至阴阳深的说法 所以民间啊 从冬至开始 就开始数九 什么一九 二九 一直到九九 一共是八十一天 叫素九寒天 那九九啊 是艳阳天 据说饺子啊 也跟冬至有关 相传一圣啊 张总景啊 告老还乡 大冬天的 看到百姓 是饥饿交货 耳朵都动烂了 于是呢 在南洋 搭起了大篷 用羊肉辣椒 和一些驱寒的药材 放在锅里面煮啊 再捞出来 剁成像 用面呢 包成了耳朵的样子 据说啊 这是最初 饺子的样子 煮熟之后呢 把它分给了老百姓去吃 结果呀 这个冬闯 果然就好了 所以就有了一句话 冬至不端 饺子碗 动了耳朵 没人管 那每个地方啊 冬至吃的东西 也不一样 北京市 冬至馄饨 夏之面 有些地方喝的是羊肉汤 而南方冬至啊 是吃汤圆 还有啊 司马迁在 史记略书中记载 气始于冬至 周而复始 古代这一天啊 是全国放假的 皇帝啊 举行祭天大典 百官呀 陈地贺表 向北姓啊 向长辈去叩拜 如同现在的拜年一样的 所以说啊 这一天是大吉之日啊 也是转运和转机的日子 从今天开始 好的 不好的 都会过去 冬至大如年 过年 不缺钱 祝大家能够平平安安 好运 年年